你現在看到的這一面 就是我自己買的太陽能板 這個夏天電費要漲了 物價也要漲了 整個社會都要通紅了 這時候你知道有錢應該怎麼辦嗎 不知道 買週邊 超人增全新週邊上線的 平安下班保佑你下班的每一天 下面一張獻證熱銀中 不是 我們是一個如此膚淺的頻道嗎 不是 我們今年夏天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投資 還有買房子喔 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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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不是我買的房子 但是上面也有我買的太陽能板 沒錯 這一節主題就是 買太陽能板發電賣給政府 在2020年能源展望報告當中 其實從公元2000年到2018年的時候 所有全世界的電子需求率飆升到75% 而當中除了天然氣以外 藍煤跟藍油這兩個東西下降了 但是什麼東西往上來呢 就是再生能源 也就是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 增加了7% 而台灣除了台電之外 從民國84年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了第一間民營電廠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發布之後 2017年台灣開始有公民電廠 而且還可以透過網路參與 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 陽光福特加 SUNSHINE VARGA 欸 Sorry不是 SUNSHINE VARGA 是SUNNY FUNDER 我覺得SUNSHINE VARGA還不錯 SUNNY FUNDER 陽光福特加是台灣第一家再生能源的受電業 也就是把電賣給工廠 把電賣給政府 把電賣給台電 我們身為一個推廣工業知識與想像力的頻道 這一集如果你平常做水電做到很煩了 高空作業想要轉型的 或者是你在做建築工程想要來搞點不一樣的 那這一集我想必可以大家很多滿滿的知識 除了工廠之外呢 其實你一般的民間住宅你也可以安裝太陽能板 一樣可以拿來賣給政府 我知道你有家你家裡有屋頂的話 那都可以裝 誰家沒有屋頂 天是棺材蓋地是棺材板 喜怒哀樂是都在棺材裡 就算你家沒有屋頂 你一樣可以買太陽能板 然後裝在別人家上面 然後賣給政府 你家是沒有屋頂 然後幹嘛裝太陽能板在人家家 因為這裡空氣 有很多親戚 有很多大海 是做無人 更有重要的事 更有重要的事 不是你的 不是 你知道太陽能板要裝在哪邊 才會賺錢嗎 最熱的地方 屏東肯心內站 其實這就是大家很常 對於太陽能板的誤會 大家都以為說在屏東 肯丁可以把比基尼 曬出橫的地方 它的發電量一定夠 但其實太陽能板在實驗室裡面 它只要超過溫度25度 它就會下降它的發電量 也就是說 你需要一個 有太陽 有涼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是新竹 它就是要光 而且不能太熱 要風 讓它涼 所以我說了 這個重點就是 這裡空氣 有過親戚 面很大海 是做無人 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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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風 夠涼 我們花錢出資買太陽能板 重點就是為了什麼 賺錢 沒錯 其實太陽能板 大家除了一般 以為它能夠拿來發電之外 在我們建築工程裡面 我覺得它扮演著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什麼啊 格熱 在大太陽底下 有格熱跟沒格熱的人 差在哪 是不是很熱 不會 而我 我格熱 光是這件事情 它就能夠平均幫你的房子溫度 跟你的房間溫度下降好幾度 所以在建築工法裡面 其實太陽能板它的好處 除了可以幫你的民宅降溫之外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重點 你都可以出租你家的屋頂 給太陽能板的業者 讓你可以當爆租工 收租20年 既格了又可以賺錢 而太陽能板到底應該怎麼裝呢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上去看 算 有沒有感受到跟剛剛的身體溫差就差很多了吧 有啊 其實有非常多的太陽能 它的熱能跟它的光 全部都消耗在你家屋頂的天花板上 還有說如果今天你的房子 旁邊沒有鄰居汪洋中的一條船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太陽升起到太陽西方落下的時候 你的房子都會接受到非常強大的能量 很熱 所以這個時候 要買就是你的格熱材要選得非常好 如果今天你是鐵皮屋的時候 那真的就是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 太陽能它可以格熱 又可以幫助你的屋頂降溫 那為什麼大家不想裝太陽能呢 怕翻掉 飛走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講到一個重點 太陽能板的安裝工法 其實正常的太陽能板的安裝工法 其實應該比較像是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這個漂亮的H型鋼 有著大到200x100的 150x75的 8mm的厚度 這個在我家都可以搭兩層了 以前傳統的太陽能板的做法 把你鋪在鐵皮屋上 然後用制空螺絲 然後鎖在你的鋁脊型 或鎖在你的阿魯比上面 直接把它鎖下去 所以當颱風來的時候 大家去Google太陽能板的飛走方式 真的是白白種 但是呢 這家 很有種 他們在上面每個太陽能板上面都有序號 就像是出產證明一樣 他們從以前裝到現在 沒有飛出去過的 所以雜到人的問題解決了 那你家為什麼不裝太陽能板呢 怕會漏水啊 這個問題有道理 一般來說 在你家的屋頂上面 鑽幾個洞漏水難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看到工業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安裝工法 有一些抽產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志工給它打下去 那有一些方法呢 就是在上面裝完洞之後 紙巾膠補上去 那他們的做法呢 是 上面用6分的牙條 紙巾膠注射了之後呢 把裡面鑽洞的防水位置先填好 另外呢 再做一個水泥的立防水 上面呢 再塗完一層防水 也就是說 這根本就在蓋兩庭吧 因為要賣電給台電嘛 你知道跟政府機關扯上去 政府就是幾XX的手法嘛 在手法的狀態下 它什麼東西都要符合規定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裝太陽能板 你家裡要是真鍵的微鍵 那就沒辦法裝了 所以你連安裝的地方也要合法 那漏水的問題 你們現在沒問題了吧 沒問題 好 那還有什麼問題 電磁波 啊 傳說 只要你在家裡面做小電廠 電磁波 對不對 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頻道呢 知識求師的頻道 對嗎 你為什麼講得這麼輕鬱 我們是一個知識型的工業頻道 我們在乎科學 在乎數據 我們在乎真正裡面 測量出來的怪東西 來個儀器吧 登登登登 電磁波檢測儀 我們先來設MAX最大值 它這螢幕怎麼有點暗 因為你現在戴墨鏡 亮多了 我們等一下來測量 就是這整個電廠裡面的 最大的電磁波 指數是多少 所以我們今天設定的單位是MG MG是什麼呢 就是豪高斯 是電磁波的一種檢測單位 豪高斯我們又可以怎麼樣 跟觀眾解釋呢 就是高斯再小一點點 那你覺得什麼地方 的電磁波最大呢 可能發電的地方 按照常理來說 應該電箱裡面的電磁波 他媽最大吧 好 跟大家科普一下 收集完太陽光 跟太陽能之後呢 他們會把直流電 轉為交流電 因為其實直流電 它的運輸的軸程比較短一點 它的運輸因為耗能 就很容易消耗掉 交流電 它比較可能能夠送到 比較長遠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前面會先有DC DC是什麼 直流電 很好 什麼電呢 來個英國槍 direct current AC 交流 什麼電呢 alternating current 很好 我們現在來打開電箱 來看一下裡面的電磁波 非維護人員請問開啟 我應該算吧 打開裡面 有三個迴路 那我們通常測的時候呢 就是把它這個全部都走一次 所以在裡面我們只要有測到最大的 就可以知道 它的數是多少 掃完之後 來 19 19你覺得是大還是小 19大 買大買小 大 19算大是不是 來我的手機呢 打個like給我 手機 我們一樣按MAN 然後 204 沒大 分大吧 夠大了 有夠大 比你用手機的電磁波還大 你知道還有什麼東西更大嗎 家電 說個家電大的來聽聽 吹風機 你有看腳本對不對 沒錯 你知道這個裡面是什麼東西嗎 很多的保險是 哪一個是保險吃 中間 右邊的 換來的 哇 不愧是來這邊待了兩年之後 再說掌勁 那上面是什麼呢 報告 我不知道 突破 因為它現在是直流嘛 從上面的電下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大有小 其實它比較像是一個 Limit的概念 也就是說突然有個大電流 比如說麥美雷打到 在家裡遇到TPR丘的時候 突破 它就是能夠保護 就是你後面的裝置 DC之後 我們來看AC AC裡面 有什麼呢 有它的監控設備 也就是說他們要遠觀監控公民電廠 是不是正常的運作當中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有它的圖表啦 關於圖表的部分 有機會我們在以後拍到水電專長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好好地解釋 來 這三顆 這三台呢 就是太陽能板裡面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可以稱為叫做變流器 或者是逆變器 人稱 Nivertor 它其實一台大概能夠搭載20片 然後這裡面 這樣算起來就是有幾台呢 90片 我們今年買大概幾片呢 4片 大概是挖礦機的概念 然後它每兩個月就會把錢匯給我 所以我現在是在靠它賺錢當中 簡單在下面講完了之後 大家是不是對於它裝置有一個部分的了解了 那我們現在來網上看真正的太陽能板 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面 就是我自己買的太陽能板 其實太陽能板呢 它最好的 壽面的面積呢 就是跟陽光的光線呈90度的角度 但是台灣呢 它是因為位在於北緯23.5度的地方 太陽能板不能這麼斜 你太這麼斜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颱風吹走 所以他們會稍微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第一個就除了順風之外 然後另外就是能夠捕捉最大的太陽能的能量 你現在是不是很懷念 剛剛我們正在太陽能板下拍攝的日子 沒錯啊 那你覺得它現在熱嗎 肯定熱爆 我用手摸看看 你覺得我會燙什麼 好 10秒 1 2 但是其實還好 因為它上面有一層很薄的玻璃 回到上面所講的 太陽能板它有一個重要的重點 就不是要熱 它是要有光 然後但是又不痛風 我們來測一下它現在樓上的溫度 大概51度 50度左右 它好像又被曬得很乾 太陽能板下面的雷 差不多就是37度到38度 所以我說其實這一集的重點就是 這裡空氣 你馬個頭啊 你還沒玩 那你覺得在這麼堅固的H型鋼構上 再加上上面有鍍芯的金屬 它能夠防鏽石的狀況下 你覺得我們可以走上去嗎 不行 很好 今天講了這麼多總算答對一題 沒有白呆 對 那一樣的我們講了它這麼多的優點的時候 我們還要再講它的缺點 畢竟我們是一個給大家工業科普知識的頻道 所以太陽能的發電的時間呢 坦白說 比較短 第一個 沒有光的時間 晚上都不能發電 但是呢 旁邊的那個離岸風電 這個不管 白天晚上呢 它都在船 但是太陽能板它坦白說 就會更怕颱風了一點 雖然說在這麼堅強的安裝狀態下 從來沒有飛過任何一片 但是 你很難說未來的災害到底會要多大 那第二個咧 就是它的發電效能 也就是說 它大概要面積夠大才有夠持穿 它大概就是三片 你在發電一個小時的時候 大概就一度電 聽起來好像很少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一直放著一直放著 它同時如果擁有能夠幫你阻隔 防止的熱能的時候 你的冷氣就可以不需要開到這麼強 然後再加上 下面再幫你賺錢 下面再幫你省錢的時候呢 那個中間的利潤價差 那就出來了 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大家這幾年很常提到的 回收的問題 就是太陽能不環保 以前太陽能回收方法呢 就是全部把它打爛 然後用燒的 所以呢 它在做熱烈解的時候 就會產生非常多的煙霧 跟有毒的各種氣體 熱烈解 有機會我們也會拍一集 給大家好好的介紹 熱烈解是一個蠻酷的技術 不過在這麼多年的發展下面呢 其實現在在處理太陽能板的工法呢 我們大家會用NC的方式去回收 這個方式呢 其實台南大學有一個教授他有提出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詳細的內容 台客劇場他曾經有拍過一集 就是太陽能板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 現在的回收方式呢 其實首先我們會把旁邊的Alumi 就是旁邊這個鋁 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呢 把鋁回收 那上面的面板呢 就是我們會用NC的方式 用物理性的刨除 這個刨除方式呢 所取出的材料純度 就會純得非常多 那你就可以減少非常多的 在那邊分離材料的時間 而且你所取到的材料還會更乾淨 坦白說我個人很想要做回收業的 如果各位頻道的大家 有興趣跟我一起創業做回收的話 歡迎偷偷告訴我 我們一起創業 你不覺得很讚嗎 就是以前大家都是製造東西賺錢 我想要敢搞一筆生意 幫大家解決垃圾問題 又能掙錢 我們要站著掙錢 贈不成 如果不能那就 這個再加上這個 我能不能站著掙錢 誰有錢掙誰的 好了今天除了帶大家到頂樓 來看這個漂亮的風景 跟看一下我最近買的太陽能板之外呢 其實在這支影片想要鼓勵大家可以多多去做一些綠店的事情 比其我們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銀行現在那個利息就是真的是低到苦爸爸 不如你可以把這個錢去建置一些對這個社會或對這個環境 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同時它的IRR值還超過了你的銀行喔 然後每兩個月都會撥一個費用給你 那我們最近生產的這些店呢 除了以前能夠賣給一般的大企業之外 現在一般的民營小工廠 它也都是可以買來到的喔 那我們會把多的店再另外賣給台店 去賺政府的錢 而做對象呢就是有 哥哥樓啊 邰哥大啊 台信銀行 聽起來好像就很厲害了 你以前有沒有聽過一些臭屁大哥 就是好像表現自己的公司多厲害 我老實說 我做生意 我都跟哥哥做生意 我都沒跟沒有邰哥大 那其實就是這幾片而已 好以上就是今天介紹大家一個新的民營電廠 還有一個新的資產分配的方法 如果你喜歡支持就是這個綠能 或者是你想要支持一些新的能源方式的話 我覺得你都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 如果你今天是高空作為人員啊 然後你今天是水電做很煩的人啊 你想要轉行 我覺得安裝太陽能板說不定也是一個不錯的行業 可以給你參考參考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在下面按喜歡 或者是你想要支持我們的頻道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者是買我們的周邊商品 那這些是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現在開始中小七也是可以買綠電的 工商時間 各位朋友 你只要加入陽光福特家的網頁 然後加入他的會員 你就可以評估你家的屋頂 能不能安裝太陽能板 然後你也可以認購 你也可以出租你的屋頂給大家喔 在今天底前加入 在下方資訊欄 你都可以獲得100塊的回饋金喔 感謝乾爹 本來看起來很像是一個那個 電玩的一場那個遊戲角色 就是 就是 好含喊 好含喊 關鍵超人喔 他亂講了 好不帥喔 他要去掛那個電纜 幹電纜超人 把他偷電這樣子 這是今年最流行的耳機 他看起來很高美耶